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 还是由我来和大家一起进行 下面关于MemoryCats的一些学习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上节课 我们学习一下上节课讲的一些内容 上节课主要跟大家讲了一下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我要跟大家介绍了一下MC的一些内存的分配机制 分配机制以及我们怎样去分配 在启动弯弯开始的时候 怎样根据这个弯弯时候需要存入的工具 来选择这个增长印度 这个增长印度这块没有跟大家感知的介绍 希望在这边超端引力下 希望同学们在客户能够去网上去多查一些这方面的相关内容 好 这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东西 这节课主要跟大家讲一下MemoryCats的LRU的删除机制和它的一些参数的限制 讲到参数的限制 主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K的Value的一些限制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本节课的目的 讲解一下MemoryCats的LRU删除机制和一些参数的限制 接下来往下看 MC的过期删除机制 LRU的原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MemoryCats的过期数据的多性删除 什么叫做这个MemoryCats的多性删除 过期数据多性删除 为什么会有这个多性删除这个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当某个值过期后 当我们ADD某个值过期后 它并没有从内存中的删除 因此呢我们在进行这个Strius统计信息的时候呢 而会发现这个KerryAtoms有它的信息 有它的信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并没有说过期了过期了按常理来说 它就应该减少对吧 但是呢在内存中它并没有减少 它并没有减少 CarrieItems是多少 原来是多少 现在还是多少 好 我们来对这个进行一个验证 好 还是同样的办法啊 在那个 很多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VMware已经启动了 已经启动了 并且呢已经成功到链接上了 已经成功到链接上了 还是老办法看一下这个MemberTest的一些状态 好 还是11211这个端口 Planet一下 Planet一下 11212 回键功能 看一下 Gate一下 Gate一下Name Gate一下Wive 好 都没有数据 都没有数据的原因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那个 在上一张讲的时候 给它拉哨了 最后 还记得吗 大家都还有印象 来看一下Status 这个 来看一下 CarrieItems 1 它是1 但是很明显 但是很明显 我们这里边已经没有数据了 我们再来 我来烧一下 再来看看 还是1 还是1 好 我们再来往里边 存入一个数据 一个Name 是一个Name 然后它0 拉的是0 这个就消费问题 我们不能应该不能 好 那我们重新来设一下 重新再来设置一个这个建制队 来做一下这个实验 看看这个Gate值的时候 它是否是这个原理 我们给它设一个Name 然后Flag是0 然后它的过去时间是10秒 好不好 过去时间就给它设置为10秒 然后它的长度是5 好 长度就是5 然后它是一个Mate 我们来看一下 10秒时间是非常长的 是非常短的 咱们在说话的这会儿 咱们在说话的这会儿 已经10秒应该已经过去了 但是 但是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现在是CoreItems01 应该来说呢 就是按照咱们平常这个想象呢 这个 因为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这个Name的这个建制队 Name等于Math的这个建制队 它已经没有了 已经应该是从说从这个内存上已经消失了 但是呢 M这个Status 你看 还是唯一 不管你敲多少次 还是唯一 只有说呢 你当你去get这个Name的时候 你看已经没有了 当你get这个Name的时候 它就触发了这个机制 我们再来看一下CoreItems 很明显啊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0 变成了0了 变成了0了 所以呢 这块就跟大家说了 当某个是过期后呢 并没有从内存中删除 所以我们去get的时候 它才去判断 判断这个K 就这个Name是否过期 那如果过期了呢 就返回一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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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过期了 就返回一个空 就这样的 返回一个空 然后呢 并且清空 并且清空 CoreItems就减少了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刚刚是1 现在是0 那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过期呢 就是说 只是让用户 看不到这个数据而已 我们比如说 给他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是10秒 10秒过期了以后 没有这个数据 但是它还是在内存中存在的 比如说这个过期呢 只是让用户 看不到数据而已 并没有在过期的瞬间 立即从内存中删除 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 LazyPath 就是我们常说的 做性的失效 它好处是什么呢 明显就是节省了CPU的时间 和检测成本 我不用去用 就是说你过期了 我就立马把你失效 当你只有你在 get我这个K的时候 我才去判断 你这个K 这个K-Value这个建设队 是否过期 如果过期了 那就可以判断一个空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MC的数据的惑性删除 有了这个惑性删除的 一个原理 一个机制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MC的LRU删除机制 LRU删除机制 我们来看一个假设 假设我们也 122G级大写的Tronk几例 有一个122G级大写的Tronk 这个122G级大写的Tronk 都占满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又有新的值加入 那我们要指教谁 这个问题呢 咱们在上一节 讲这个内存管理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 已经跟大家提到过 有提到过 它并不会去说 比如说下面还有一个 144的 它并不会去加入到144里边 对吧 它会把这个一比较来的122 这个满的这个122 把之前有 经常不用的这个数据 我用称之为这个冷数据 给它剔除 然后把这个新的值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的 就是使用的这个LRU的删除机制 这个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 这个操作系统呢 自转机的操作系统呢 常用的内存管理呢 经常使用的算法就是这个 FIFO LRU算法 这两个算法呢 相信这个读过这个数据结构 或者说接触过计算机 相关专业的同学 肯定不陌生 LRU List Recently Used 就是最近最常使用 FIFO First In First Off 先进先出 这两个算法 大家简直的介绍一下 如果有同学对这两个 对我们的算法有感兴趣 或者是深入了研究的话 我们去找找这方面相关的资料 在这里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LRU的原理 LRU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某个单元被请出的时候 他会在内存中维护一个技术器 这就相当于比如说KHP 或者加华里边的GC一样 通过技术器来判断 最近谁最常使用 那我就把谁给踢出去 我就把谁给踢出去 在这里边有个注释 即使某个Care试制的值 永久有效 就比如说 第一节给大家讲的 ADD用的时候 我们给它设置为0 是吧 是永久有效 看上去好像是帽子有永久有效 但是也会被踢出来 这个就是当时给大家说的 永久数据被踢的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LRU MC 我们看是LRU的删除机制 删除数据的删除机制 这个就是第二个要讲的东西 第三个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MC的一些参数的限制 这里边一些参数的限制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KValue的一个限制 还有它的这个 一般我们这个内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值是多少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KValue的一个限制 我们都知道这个MC它是一个KValue的一个数据库嘛 KValue的一个数据库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它的K的那个长度 250个字节K的长度是250个字节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二进制的协议支持的是65536个字节 65536个字节 二进制的协议 MC呢它是基于简单的这么一个二进制的一个协议 所以它K的长度是250个字节 那250个字节应该是足够够咱们用了 250个字节 你想想哪个K它能它它能够有250个那么长的一个 一个字节单位啊 啊 所以呢250个是应该够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alue的一个限制啊 Value的限制一兆 那我们一般是都是存储一些文本 应该是足够了 呃因为这个Memory cache它支持的这个 呃 数据结构的这个类型啊 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光只只支持这个字不串 它不像Redis和MongoDB也支持的那么丰富 啊 所以它这个 我们一般呢 用这个存储一些 存储尔文本 一兆 应该是足足的够了 啊 它这个就是这个KValue的一个限制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假设有30G的数据要缓存 30G的数据啊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据了啊 也不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个数据 一般也不会将 我们一般也不会将30G的数据 去缓存到一个实力中 记住啊 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啊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实际工作中呢 一般是建议啊 开启多个实力 可以是不同的机器 或者是在同台机器上的不同端口 啊 呃 这块呢 尽可能的啊 是不同的机器 因为你如果是在同台机器上的不同端口的话 那如果这台机器当了 那这不管是你在哪哪个端口上 你这台机器已经挂了 那你这这台机器上 不管有多少个端口 里边存放的数据是不是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建议啊 尽可能建议在资源这个 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尽可能把这个数据啊 分散到不同的机器上去 啊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个 呃 当机的时候这个数据啊 丢失的不是特别的多 不是特别的多 啊 这是给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和和一个参考 理论上的一个参考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给大家讲的啊 啊 主要是主要呢 主要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MC的这个过期多性数据 呃 过期数据的这个多性删除 以及他的这个 那这个LRU的删除机制 啊 最近最少使用的这个一个原则的一个删除机制 啊 紧接着又给大家讲了这个 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KVALUE的一个限制 好 那这节课呢 就 主要跟大家讲这些 啊 然后呢 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在 课后呢 能够去 呃 再去复习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嗯 好 那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啊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晚安 感谢观看